有牛樟之大王之稱的劉威甫 郭劇曾經吸睛詐騙二十八點五億元 去年他才被台北地檢署起訴 而這回刑事局中打又查出 他涉嫌利用虛擬寵物交易平台 向被害人吸睛詐騙 等到達到一定的金額之後 再說平台被駭客攻擊 惡意關閉 讓被害人蒙受損失 吸睛詐騙金額是破億元 而檢警在今年二月收網 逮捕劉姓主席等二十億人 移送法辦 用錢滾錢的方式當噱頭 最近在網路上出現 這款虛擬寵物交易平台 以類似直銷的方式 靠著虛擬貓咪 老鼠或小鳥的 買賣交易賺價差 業者甚至舉辦多場說明會 取信投資人投入大量資金 一開始當然會讓你先尝到甜頭 之後就以平台被害為理由 惡意關閉 造成不少人邪問無歸 每一種貓 每一種鼠 每一種鳥 有他的投資的價格 跟他產生利潤的天數 來去做換算 警方接獲報案從去年六月到今年二月 發動搜索查器 帶到住現在內等二十一人 除了查獲現金四百零九萬 被法院扣押的房地產和金融賬戶款 向總計兩千五百萬 交易金流更高達上億元 受害人總共三十一名 受害金額新台幣八百九十餘萬元 查獲的不法所得約三千萬 其中五十四歲流行主賢來頭可不小 曾以曾駿堂公司名義 不法吸金 僅三十一元被起訴 二零一九年七月到二零二零年六月 甚至利用區塊鏈熱潮 轉型成立虛擬寵物投資平台 這回被警方一舉破獲 依照銀行法洗錢和詐欺等罪 將二十一個人通通送辦 避免再有無辜民眾受害 借疆融洞聲台中參謀道